中央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央存款保险公司短片的竞赛获得冠军以及亚军还有五项加速的优异成绩 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很高兴访问到梁朝栋老师 跟我们分享他是如何鼓励还有指导学生参加这项比赛 以及这次获得冠亚军团队的作品 老师您好 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梁朝栋 好 非常欢迎梁老师 首先我要请老师来跟我们谈谈 这个中央存保的短片竞赛以及拍摄制作短片的主题是什么呢 我想有主题才能够让学生开始脑力激荡做一些发想 没有错 这次那个中央存保短片的竞赛 它是以这个中央存保有你真好为主题为主要的一个slogan 那它是强调这个存保和民众中间的一个关联性 也就是说它希望借由这一次的这个竞赛的活动 透过学生们的创意和比较微信的短片 那一般的乐听众了解到这个中央存保的一个机制 那它也宣传存款保险的这个观念 那存款保险的观念是比较前卫的 那还增进这个社会大众对存款保险的一个了解 是 老师那它有设定方向 还是说让学生们自己来发挥创意发想呢 它这个创意的部分是让学生自己来发想 也就是它可以我们从我们生活周遭的故事 不管它可能是一个爱情故事 它可能是一个亲情故事 它有可能是友情的故事 只要把中央存保的这样子的一个保险机制的概念 把它置入进去 它都可以 是 老师念文创系的同学 平常就有制作短片的训练吗 对啊 当然 所以有这样的机会的话 当然让学生有功课 这个要求他们把理论呢 付诸成品来实现是很重要的 再者呢 如果有竞赛的机会的话 我们当然不放过 所以知道这个讯息之后呢 就鼓励我们系上的同学 踊跃来参加了 这说得非常对了 那么因为我们在教学领域 本来就比较偏重这个数位影音教学 那我们的文创系 荣华科大文创系在这个领域是很重的 那所以我们无论在为电影的制作 或者是广告影片的制作 或者导演学这个部分 我们除了讲述的教学法以外 我们最重要的希望让学生能够实际的操作 实际的操作 透过这个更多的实物操作 然后来让他们能够得到一个训练 大一就会有这方面的训练吗 还是慢慢的课程 有一些不同年级的安排设计 对 因为不同的年级有不同的课程 我刚才讲的那些课程也 从他们的一年级开始就会有平面摄影 二年级开始就会有数位摄影 还有广告影片制作为电影制作 导演学之类的课程 那么我们会刚才您说的比赛的讯息 是这样子的 我们会帮学生选一些中央主管级的 单位的这些比赛 或者是比较优质企业 办理的影片竞赛 那么我们鼓励学生来参与 那会配合其中或期末作业的时程 不只让学生参与竞赛 那也顺便交作业 那这样子学生就比较没有压力 有机会得奖 那么得到肯定 那就是一个比较酸赢的做法 是 这在梁朝东老师指导下 有获得了冠亚军 还有五项佳作的优异成绩 接下来想请老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这次获得第一名 是一个阿婆片的作品 你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作品大致的内容 它有哪些突出的表现呢 阿婆片他们这部片子 他们是由四位同学共同创作的 表现非常好 他们的创意是利用一个 比较健忘的老婆婆为主角 阿嬷 然后辛苦 因为阿嬷他们早期 比较没有存款的观念 就是常常会把一些钱 摆在家里的角落 结果突然要用钱的时候 就不见了 找不到了 刚好他的孙子打电话回来 他就跟他的孙子诉苦 这件事情 他的孙子休假赶快回家 带着阿嬷去把钱找出来之后 摆到银行里面去 然后顺便介绍 其实在银行现在里面 都有一些保险机制 可以保占你的钱 那这个部分就置入我们中央存保的概念 比较温馨诉求啦 对对对 是 老师 这部作品的话 您觉得它获得评审青睐 获得冠军 它展现出哪些特色或突出的地方呢 它其实是一个没有那么商业化的角度去制入这个中央存保 它是用一个比较微信的角度去走 让大家觉得这个故事看完之后 非常非常的舒服 而且不知不觉中就把中央存保的概念 带在我们的脑袋里面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他们很大的一个优点 是 老师那同学当初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就是要拍这个阿婆片这些想法 有这样的一个脚本内容之后 您有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在拍摄上或是在安排上 这个是这样子 因为他们在拍的时候 我就因为是一个阿嬷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背景 那我对他们给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建议 是说那你这个整个场景的建构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这个阿嬷的年龄也要非常真实 那他们是找到自己的阿嬷 也在自己的家里面 他们在一个村镇里面的 非常非常符合场景跟他的年龄 除了年龄 所以拍的就非常的写实 这部分也打动了评审的心 自然写实自然就会动人了 那么在这次的讲座品当中 其实我们知道 不光只有台湾的学生 有蛮不错的成绩表现 贵校也有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 在这次的参赛作品当中 他们表现也非常的优异 老师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 你的这个感觉 就是说两个的同学 在这个拍摄这座影片上 大概呢 他们的风格 还有诚心的特色 你觉得有哪些差异呢 这样子 台湾的学生因为在台湾念书 他的资源比较多 在剧本上面的写法 他们我觉得两岸的学生 在剧本的部分呈现的是最大的不同 台湾的学生在创意上面 会比较多一些些 因为他们脑袋的 现场行空的部分 会比较敢于创作 他们也知道写出来 他们已经拍得到 在那个大陆的学生里面 应该是想说 他们的文本是很深厚的 他们的底子是很深厚的 对于就是说 写出来的东西都有隐听据点 这个部分是 让我们觉得非常亮眼的 在剧本的部分 就稍微有一点点差一些些 不过也已经也很不错了 好 让老师先做个比较 其实在这次的参赛作品当中 亚军的团队是 中国大陆全州专班的 有你真好 他们的表达的这个主题 还有呈现的风格 是怎么样呢 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吧 他们这个作品也蛮有趣的 他的意思就是 用一个男工程师 和地人 然后跟一个女的茶艺师 相亲的约会为一个内容的基地 然后两个人就约在咖啡厅见面 那这个女茶艺师因为家庭环境还不错 然后他就看到这个男的科技人 工程师 他又没有房没有车 好像正在存钱 他就觉得有点点在犹豫 可是这个男的工程师呢 就男助教老师告诉他 我的钱存在中央存宝啊 然后两个人就开始就这个部分 就往下讨论 他们觉得还不错 因为中央存宝就非常安全 所以延伸到后面 他们是一个非常喜剧的收场 大概是这样子 老师那您觉得这部短片 它展现出哪些特色 获得评审的青睐呢 它比较是走幽默小品的一个风格 然后主要是在他们的灯光跟摄影的部分 还注意的蛮好的 然后完全没有托你带水 也就是说一气呵成 所以这个部分 让所有的评审看完之后 会印象很深刻 在台湾还有中国大陆学生 在参赛作品上表现不一样的风格 像中国大陆的学生团队呢 他们是用幽默的方式来诉求 年轻人的对话 在拍摄的手法上呢 我想呢 两岸的学生呢 都有不同的展现 好 这次呢 获得这样的一个佳机 相信跪下呢 未来还会有更多机会去展现呢 你们的这方面的专业 所以呢 最后我要请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 像这次的成绩 我想呢 是非常棒的 不过之后呢 如果说想要参加相关影片 竞赛的一些同学 我想也可以及早做一些准备 你有哪些建议给他们呢 学生其实参加每一次的竞赛 他都会有不同的主题 那他跟我们进入职场上面 接受每一个客户的所托 其实是差不多的 其实我们都是在做客制化的一个动作 就是我们在职场上面 接受客户的交代 我们要做一个微电影 那我们现在参加比赛 他也都是有一个某个主办单位嘛 那我们也要忠实他的主题 那所以这些部分都是从头来 都是从头来 那我们学生唯一要做的就是说 你平常的底子够不够 我的剧本已经写得到不到位 或者是说我的摄影的基础 或者是我灯光这些技术上的成不成熟 然后我认为在学生时代 他们训练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叫做团队的合作精神 因为影片他不是一个人可以制作完成的 那怎么样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所有的三个到五个同学 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一部影片 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是考验到 所有学生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精髓 我觉得我们运气还不错 刚好我们的学生的作品 能够被评审看见 那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学校科大 我们比较多重于就是学用合一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能够让所有的学生能够到了 自然方面能够发光花乐 自然方面能够直接成为一个 全方位的一个产业人才 朝这个反向走 是 学用合一发挥专业 老师您刚也谈到说 同学们要做好一个规划 在很短的时间内去满足这个需求 所以在一些考量上 就是我们知道创意到执行出来 中间有一段的过程 在这方面的话 您会给他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主持人提得非常好 因为我们通常 要学生做一个作业 我们会分成两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 请他们先提企划 也就是他们接到一个任务的时候 通常大概两到四周的时候 他们会提一个企划 企划通常就是有一个故事大纲 故事大纲之后 还会有人物分析 以及分产的剧本 还有分进脚本 那这个部分我们都会请他们 写好之后 对着所有同学来做报告 报告的过程里面 也就检视他们自己的 到底哪个部分 有缺失或者是补足的地方 那我们也同时 给他们做一些建议 然后会再交第二次的 修改过的剧本 然后我们才会进行拍摄 所以拍摄其实前面 会经过这样子的一个工作之后 我们才会让他们放心 让他们去拍 那拍他们就会演员 场景 技术人员的到位等等 那就是另外一个制作的部分的课程 那我们的学生目前 所以这个部分 从二年级以上的 他们都经过还蛮完整的训练 所以还都能够表现得还不错 好 非常谢谢 梁老师为我们做相当精彩的介绍 在这一次我们农华科大文创系的 学生团队 我们在您的指导之下 参加中央存款保险公司 短片的竞赛 获得了冠雅俊海五项家 做了优异成绩 非常感谢老师 您真的很辛苦 不过刚才您所提到的这些 学生怎么样在短时间之内 发挥团队精神 将学用合一发挥出来 那么在稍后节目当中 我们就要来访问 这些很棒的学生 怎么样来展现 他们优秀的作品 也非常谢谢梁老师 你辛苦了 也谢谢你来指导这些学生 有这么好的成绩展现 谢谢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 最敏锐的新闻嗅觉 延伸您的视野 让您听到最硬的两岸焦点 联先访问这次随段出发的 阳光记者王卫婷 是的 今天在大陆福建平潭 举办了一场两岸关系研讨会 对世界经济于亚洲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其中500个是感染孩子 比的孩童 那分散在 从政经情势分析 两岸交流观察 到新闻现场之籍 两岸ING 有最多元的声音 多面向的观点 以及最专业的剖析 请收听每周一到周五 晚间六点到七点 由中央广播电台 新闻部 黄历杰 韩启贤 制作主持的 两岸ING 听众朋友 现在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更方便了 除了短播收音机 以及央广RTI网站 使用智慧型手机 更能够让您随时随地 随走随听 不管您的手机是iOS 还是Android系统 只要在appstore搜寻 央广radio 下载完成之后 点选线上及时收听 或随选收听 央广所有的节目 通通认你听 还有 除了央广radio 你还可以下载 央广newsAPP应用程式 一手掌握最热的新闻大事 全新收听体验 你还在等什么 这也是中央广播电台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IMG 龙华科大文创系的学生李豪 苏嘉生 温染与韩嘉宇等四名同学 共同创作的影片 参加中央存款保险公司 短片竞赛 勇夺冠军 非常棒 我们在今天请李豪同学 特别为我们介绍这部作品 中央存保阿婆篇 还有分享整个拍摄 制作影片跟参赛的收获跟感想 非常欢迎 李豪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豪 李豪你好 一开始可不可以先请您跟听众朋友 介绍一下你们这一部影片主要的内容 还有传达讯息 刚刚老师也介绍 这是一个有关于阿嬷的故事 看起来非常的亲切 中间还有一些客家话出现 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好 跟各位听众朋友说明一下 我们这一部参赛影片的内容 是在讲述一位狮子的党者 那他其实有一个习惯 就是会在家里的各个角落 然后放置自己的算是积蓄 那就是因为说他前面所说到的 就是一个狮子的症状 那影响到说 他时常会忘记说钱放在哪边 那借由他的一个孙子 去向他传达说 其实存款保险的一个重要性 还有财务管理 其实我们要传达的东西是 中央存保他的存款的机制 其实已经非常完善 其实我们可以借由说 他这样子的一个服务跟一个管道 然后去让我们保障我们的生活跟财务 这样子 这故事呢 听起来其实就像身旁 也许家里头就有这样的长者 你们怎么样去发想 是谁先丢出来说 要不要试看这样的故事的铺陈 因为当初我们在企划 算是一个企划发想的时候 是由中央存款保险公司 那提供参赛的机会 那让我们有一个主题去发挥一样 就是客制化的一个作品 那当然其实我们在拍摄之前 有做一些与长者的访谈 那了解到说 其实老一辈多数对于财务管理的理念 较为保守 那认为说财务自己管理比较安全 那我们在规划的时候 看到这个创作里面 其实它对我们的一个发想 是一个很大的亮点 那我们知道说 其实是怎么样的一个客群 它比较需要去了解说 那新一代的管理财务的方式是如何 所以我们才会借由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向各位传达 你好 你们为什么会锁定长者呢 长辟为什么不 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啦 或是说小朋友啊 现在其实家长也很注重这个 未来主人翁 他们更有存款 未来当成教育基金的概念 你为什么是锁定长辈呢 是 因为其实我们的年龄层 我们把它注意拉大 可以拉大 那因为以一个长者的角度 跟一位青年的角度 会有不一样的观感 那会比较 作为比较一个强烈的对比性 如果说再把年龄层 设定在说父母辈的话 可能他们其实已经有这样子的观念 以至于说我们希望说把这样子的一个距离拉大 然后更加着重在说 其实正常存款保险 它所提供的一个这样子的管道的重要性 可能长辈 我们设想也许有些长辈 他就是把钱存在家里头 但是钱都没有拿到银行 然后去做比较好的理财规划 所以你觉得这个是可以去把它发掘出来的 提醒他们的 对这个故事让我很有感触 就有常常也看到一些新闻 就是有人把钱放在家里头 然后自己就忘记了 不放哪里 放久了 有时候找到拿出来的时候 不小心被虫柱 老鼠咬了 都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个故事让人家相当有感触 姚子同学 你们当初团队一开始 刚刚讲说有做一些访谈 但是一开始除了这个idea 还有其他的一些想法 然后最后是怎么样酝酿出最后决定这个想法的呢 其实我们一刚开始的一个创作理念 因为有前面的一些跟老一辈的人有聊过前 那去知道说其实他们对于钱财的部分 是这样子的理念的时候 我们就把一个针对性 就针对这样的重点去创作 所以没有太大 中间没有太大的一个就是冲突之类的 想法的冲突 我觉得是还蛮务实 就是不是光凭想象 而且如果说他用现在大数据 你们先锁定这个年龄层 而且有去做一些访谈 我觉得这样子是蛮趋近于 这个年长者他们的一些需求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谈 就是说这影片拍摄怎么样去符合 你们要设定的年龄层去打动他们的心 所以呢 你们四位同学嘛 是不是 怎么样分工 设定之后 开始要写企划脚本 应该整个故事 对话 这个像你是负责哪方面的工作 像我的部分 我是剧本 剧本 剧本要先出来 对 剧本要先出来 因为我们龙华科技大学 其实我们文创系的影视组的老师 那包括像梁朝东老师 他所教我们的 就是剧本要先打好 就有点像是你盖房子 就要有一个稳固的地址 他要办法去弄出一个 自己觉得说很好的作品 是 那我们知道这个短片呢 就是有影像 还有声音嘛 通常这个有没有什么比例 比如说画不要太多 或影像交代 还是说其实就是很个人风格的展现 因为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影片 就是说画不会太多 但是有一些画面的交代 或转接这个部分 转场部分都还蛮动人的 因为我们应该是说 我们这部影片觉得满满意的部分 是我们再把那一个场景给做出来 是希望说传达一种温馨的感觉 那在一个光影设计的部分 可能会比较使用一些暖光 让这个环境的氛围是处于一种温暖的 让人的第一个自觉感是好的 是正向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常刊 然后包括说在现场在设计的时候 有做到的一个功课 那剧本就是说 阿嬷跟孙子的对话 这个因为是你写的嘛 对不对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这个对话 为什么要focus在某些部分 阿嬷我不常常回来 或是你找不到东西 这些你怎么交代这几个主要的场景 其实主要的场景 我们是找了那种比较淳朴一点 就是我们不会去刻意去找一些 类似像平常不会遇到的场景 而是你生活中 你就可以兔手可及的 那让整个剧本 以及说人跟人之间的对话 它是有温度的 而不会说刻意去 好比说避开一些词汇 或者是说平常 明明就会讲的东西 而不去讲 那我们这样子的话 会觉得说要在这边加重温度 那让人家的感觉 就是包括说对话 也是有在那个情境氛围里面的 李豪那个阿嬷讲的是客家化吧 对他讲的是客家化 但是孙子讲的是闽南语代义啊 他中间有参杂客家化 对那因为我们客家化的时候 是在现场的时候 这是一个蛮特别的经历 就是他们原本是要以国语 有跟我在讨论的时候 是要以国语的方式 对但我有询问一下我们的主角 其实他们是客家族群 对那我从来都不会觉得说客家族群 它是一个独立的族群 它其实跟我们全部人都一样 那要去把他的温度跟人情味给体验出来 并且生活化 对那所以说我就跟他们在现场的时候 直接讲说既然你们是讲客家化的话 就以自己的母语去把一个剧本给真正演出来 呈现出来 所以我看到您在影像上面还要打字幕 这样你不懂客家化的观众也可以能够了解说 阿嬷讲黑话这样 李豪那你在拍摄的这个影片过程中 除了刚刚您讲到说 你在现场这样沟通一些状况 那拍摄影片的过程中 有没有遇到一些挑战 他怎么样去克服呢 其实就跟我们场景有蛮大的关系 因为我们场景其实找得非常的居家 那居家的话 其实我们还会设定说 不要是那种看起来太干净 太整齐 应该是这么说 而是我觉得说那种传统家庭 他的生活布局其实是有一种小小的拥挤感 让人家觉得说其实蛮温暖的 那拥挤的话就会造成说 其实我们在镜头的部分 要怎么样让他看起来是井然有序 那又不乱 但是又有把他的生活化跟温度给提炼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蛮需要去克服的 还有就是演员也蛮重要的 阿嬷演起来很生动 也很自然 导演有功 还是阿嬷变身就是演员 我觉得其实都有 我觉得都有下工作 也有一定的能力在 阿嬷是特别去找的吗 不是阿嬷其实是我们组员的自己的阿嬷 这样 因为真的觉得他好自然 就像看到阿嬷一样这样子 对因为其实我们男主角跟那个阿嬷 他们本身就是孙子跟阿嬷的关系 所以是素人 可是演起来就很像有明星的架势 对真的很不错 李豪你觉得拍这个影片 对你来讲你个人觉得最大的挑战在哪个地方呢 最大的挑战我觉得 其实我们之前也有做过很多的作品 对那我觉得说最大的挑战是在于现场 因为毕竟在正式拍摄之前的时候 其实这些前置作业 我们都是可以自己去控制的 那就是在现场的时候 可能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突发状况 对 比如说呢 对好比说像我刚刚所说的场景 如果说你在画面里面看到的时候 其实是有点反乱的 那像我们在一个场景的布置下的话 可能就必须要把什么东西避开 什么东西挪来挪去这样子 对对对对 那这些摄影的器材或灯光 都是学校这样的设备就会有是不是 对 其实我们荣华科技大学的那个文创系 其实都有提供这些器材 然后让我们这些学生 其实有蛮多的资源可以去利用的 那其实我在这边经过了四年这样子的洗涤之后 在这边练兵吧 对那会有觉得说要感谢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包括说其实我们文创系梁朝东老师 其实他平常的时候在教导我们的 就是要学以自用 对那包括说不断的参加比赛 那参加比赛的时候才会有一些实作 真正得到一些收获 对老师刚才也强调说要学用合一 老师很严格 我觉得其实正说严格 因为我跟他平常也蛮好的 我们有点就是意识意有的感觉这样子 太棒了 我觉得说该认真都是要认真 那我们老师其实是有他一定的态度在 那才能够就是去指导这么多的学生 我觉得说这个是我们学生的福气 刚才老师有提到说你们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就完成这样的作品 显示老师是非常高度肯定你们的 你们花了多久时间把这个作品给完成呢 其实我们大概花了两到三天 两到三天就完成了 我们实际拍摄是两到三天 但是如果再加上前置作业的话 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那后置呢 后置的话其实大概也要有三天的时间 这是团队大家一起合作完成这个作品 李豪那你们整个团队完成这个作品之后 大家有互相交流一下有什么收获跟感想呢 其实我觉得需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它需要一个很大的热忱 那包括说我们的收获其实是跟人与人之间的碰撞 有的时候并不是只是一个作品的完成 而是说你在里面学到的东西 要怎么样与人沟通 或者是去破除一些现实状况 没有办法发生的 但是我们用靠我们自己的双手去完成 当然也需要很多的热情 没有错 我觉得团队合作强调就是说 即便是有不同的意见 也要经过沟通 达成共识 共同来完成 你还有苏嘉生 温染跟韩嘉瑜 你们很熟吗 当初你们成了个团队 就是大家觉得很麻吉 所以就组成了个团队 我们平常生活就是还不错 因为我们都是同班同学 因为各自有各自的一个专攻的地方 我们其实是有看到每个人的专场 我们聚集起来去做这部影片 最后来介绍其他三位同学 他们负责哪些部分 韩嘉瑜同学 他其实跟我是一起在做剧本的部分 其实我们只有两个人 因为我觉得说需要双向的沟通 才会有更多的发想 他其实也是我们的摄影师 女生吧 好厉害 拿摄影机 苏嘉生呢 苏嘉生的话 其实是我蛮欣赏的一个角色 然后是我们非常不可或缺的一个角色 就是他是灯光师 打灯光 所以说其实在刚刚我所讲到的那个氛围 我们要制造成这样子的一个效果的话 灯光其实是非常吃紧的 那我们经过讨论之后 他做出了让我们觉得很棒的一个氛围 也就是我刚刚所说的有温度 生活化 对 那有限的空间很拥挤 刚刚李豪你讲说 这个场景是比较拥挤的状况下 能够把这个焦球的灯光给他打出来 是相当不简单的 那我们的这位温然同学 其实他真的功不可没 因为毕竟他又是男主角 那他需要跟他阿嬷去做这样子的协商与沟通 那包括说其实我们在设定说 我们的影片的画面的时候 他其实占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也就是跟我们这位韩家瑜同学 就是有去设计说 我们的镜头要怎么摆 要怎么去动 对 那所以说我们其实这四个人 其实是彼此都很欣赏对方的优点 那分镜的部分也做得很足 好 非常棒 四人的团队组合 真的是缺一不可 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强项 而且重要是 大家都是好同学 然后朝着共同目标来迈进 所以完成了这部非常棒的作品 那么在这一次的竞赛当中 你们拿到了冠军 好好庆祝一下 要谢谢老师 李豪那你们未来团队 有没有其他拍片计划或规划吗 现在其实我们是大四分 所以我们其实要面临的 就是出社会的状况 那我们会希望说在一些影视公司 继续不断的训练我们自己的能力 然后帮公司去完成 所得到的一些案子与影片 非常棒 目标很明确 非常的清楚 朝这个理想来迈进 事实上我觉得你们四个人 就可以组成一个工作室了 不敢当 好 我们今天节目中非常高兴访问到李豪同学 他跟龙华科大文创系班上的同学 苏嘉生 温染 还有韩嘉瑜 四位一起参加了中央存款保险公司的短片竞赛 在老师梁朝栋的指导下 荣获冠军 这是一项非常优异的成绩 我们非常谢谢李豪今天跟我们做分享说明 谢谢你 谢谢 最敏锐的新闻嗅觉 延伸您的视野 让您听到最硬的两岸焦点 对世界经济于亚洲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从政经情势分析 两岸交流观察 到新闻现场之籍 两岸ING 有最多元的声音 多面向的观点 以及最专业的破析 请收听每周一到周五 晚间六点到七点 由中央广播电台 新闻部 王力杰 韩启贤 制作主持的两岸ING 听众朋友 现在收听中央广播电台更方便了 除了短播收音机 以及央广RTI网站 使用智慧型手机 更能够让您随时随地 随走随听 不管您的手机是iOS 还是Android系统 只要在APP Store搜寻央广Radio 下载完成之后 点选线上即时收听 或随选收听 央广所有的节目 通通认你听 还有 除了央广Radio 你还可以下载央广newsAPP应用程式 一手掌握最热的新闻大事 全新收听体验 你还在等什么 是阳光 穿透了世界之窗 是阳光 环绕着地球飞翔 这也是中央广播电台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IMG 龙华科大文创系全球专班的学生 吴淑春 陈桂凤 陈晓芯 詹智香 于言与黄和宇等六名同学 共同创作的影片 参加中央存款保险公司短片竞赛 荣获亚军 成绩非常优异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继续 要访问于言同学 来为我们介绍这项作品 中央存保有你真好 来分享这影片的发想 还有拍摄过程 以及参赛的体验跟收获 非常欢迎 于言同学你好 大家好 是于言 我来自全州师范大学 然后现在在 龙华科技大学的文创系 做交换生 于言那你们这次来 会待多久的时间呢 大概是一年左右 所以现在是第二个学期了 对 于言同学 你们这次团队 是拍了中央存保有你真好 这部影片 荣获了中央存保保险公司 短片竞赛的亚军 可以先跟天文介绍一下 这部影片主要的内容 还要传达讯息是什么呢 是这样的 我们这部影片 它主要的内容就是说 一个茶艺师 跟一个出出茅庐的一个工程师 在一次相亲的过程中 然后结缘 然后这位茶艺师 他因为家里的背景是 他爸爸自己有开一家公司 然后那位工程师 他是自己白手起家 刚刚出来出社会打拼 所以在相亲过程中 会觉得双方就是 不是那么的门当户对 但是那位茶艺师 听说就是得知了 那位工程师 他存款的银行友 参加存款保险之后 他就觉得自己遇到了对的人 然后我们想传达的一个讯息 就是说这张存保可以是人生中一个非常有利 非常可靠的一个保障 这有点一语双关 就是女孩子在选未来另一半的时候 看她是不是可以是终身倚靠的 所以她有这个存款 当然是我们会比较放心的 不过选茶艺师或工程师 怎么会选定这两个这种身份 来做一些对话 年轻人这样子到处有存款保险真好呢 因为茶艺师的话 我们的设定 那个编剧的设定是说 因为女方家 她的爸爸是自己开公司的 然后我们那位女方 她是说自己毕业之后 她爸爸在自己的公司 帮她安排了一位职位 就是说她不需要自己去努力 去打听去找工作 就是父母可以为她置办好一切 而因为她自己家里没有背景 但是她自己非常有能力 也很有才华 所以她刚刚出社会 出来打听的时候 这个时候自己没有什么家里 但是还是很努力很辛苦的 因为你们是六个人的团队 那于衍你负责的是哪些工作呢 我负责的是分镜跟导演 还有后期 所以在剧本的这个部分的话 是另外的同学 当然是经过你们的脑力激荡发想 所设定下来的这样子的年轻人对话 门当户对 但是其实还可以更跳脱 这所谓门当户对 这么窄化的观念 就是说其实如果说 她是可以倚靠的话 也可以考虑 我来托付终身就对了 所以这个剧本的发想 大概花了你们多久时间啊 大概是两天左右吧 两天左右就很快就设定 像这样子的一个故事铺陈哦 那分镜的话 剧本定了之后 就重点就在你身上了 对 那你怎么样去把这个故事 把几个重要的点 做一个比较好的设计跟铺陈呢 这个其实它就是原剧本的话 两个人约会之前 它是制度了一段 男生等待女方的那样一个过程 但是我会觉得 同时等待的话 这样没有直接切入主题 会显得比较冗长 所以我把那个部分去掉了 所以我们在影片一开头 我们就直入主题 然后直接从两个人相亲的对话开始 这样子就是比较抓住重点 然后呈现出来的影片 也会比较更 就是更饱满一点 哦 是 于远同学 那老师刚刚也谈到说 你们在拍摄啊 灯光的地方呢 表现得都很杰出 那你们整个团队是怎么样做分工 各个同学他负责哪些的工作呢 魏凤同学他是负责剧本的工作 然后熟生同学跟小新同学 他们两个是负责摄影工作 然后我是在旁边导演 然后是安顿一下演员 然后魏凤同学他主要负责 厂务跟打光 各个同学都有自己的一些分工 那在拍摄的过程中 那有没有遇到一些 什么样的突发状况呢 突发状况 其实我们这一部影片 从就是整个过程来说 还是比较顺利的 如果要说突发状况的话 应该是拍摄过程中 两个演员的状态很难 就是进入到相应的角色里面去 因为大家还是学生 你们找这男女主角 就是你们学生 该不会是你们团队的成员吧 还是去找你们认识的朋友 女主角是我们团队的志向同学 然后另一位男主 他是我们班上的一位男同学 所以他们两个人对话 当然要需要给他们一些时间 去培养那种默契 或者说对话要练习 那原同学你在旁边 有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或你怎么样来安排 其实他们两个演员 也是比较敬业的 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 大家都很积极 然后如果是演员 进入不了状态 我们口头的指导 就是他们还是不能够领会的话 可能就会亲身上证 去演示一段 让他们去模仿这样 像导演在这个影片 这些男女主角 在饰演这些角色的时候 应该是很重要的 应该讲一句话 大概没有人会有意义吧 这个需要沟通吗 还是这个过程会怎么样 因为你身为导演 这个其实我们剧本是那样给的 然后他们如果有自己的一些 好的想法的话 也可以就是临场发挥 这样子尊重他们 那云烟同学 你觉得拍摄这个影片 和制作这个影片 就你个人而言 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呢 个人而言 其实应该是说场地问题吧 因为我们在很多影片拍摄的话 场地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比如说我们这一部片子 我们的那个场地是在咖啡馆里面 那进咖啡馆的话 肯定要跟就是那个老板要一个授权 因为其实很多情况下 就是没有一定就是很常 就是怎么说呢 一个很好的沟通的话 其实这个授权还是很难要到的 所以这个花你们一些时间 找一个店家适合的场景 这用租的吗 还是借的 这个其实我们是进去按人头消费 然后他就愿意把场地借给我们用一下 这样子 但是这个授权是比较严肃的这个问题 还是要处理的 所以从余颜刚刚跟我们分享 其实虽然这个短片的时间不长 但是拍摄中有很多的环节 有很多的一些状况都要去一一克服 所以完成一个影片是幕后团队 还有演员他们的心血的结晶 那余颜你们团队完成这部作品之后 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跟感想呢 因为我们现在还是在一个就是学习的阶段 所以很多东西的话 我们如果有遇到关卡 可能会通过前辈的 向前辈去学习去借鉴一些经验 那我是觉得就是说 就是有不懂的东西 向前辈问一下的话 这样子对我们的学习会比较顺利 没有收获 前辈会有一些经验 很丰富的经验 我们可以跟他们学习 我们这次班上同学 你们六个人小组 获得亚军这样的成绩非常棒 就是说你们很容易进入这种听起来 而且拍摄的作品我们也欣赏了 真的还蛮棒的 老师也高度的肯定 你们在大陆那边就是念全州师范大学是吗 对对 你们已经有修相关的这个课程 还有实际拍这个短片的这个经验吗 其实没有因为我们是大二才过来交换的 那因为我们在全州那边的话 主要学习的还是一些理论基础 我们还没有实践去操作过 所以我们来这边是一点经验都没有的 所以你们表现得很棒 因为你们才来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 对对对 所以摸那些机器 比如说摄影机 还有打灯光 各项的 分镜脚本 对对对 这个很新奇吧 感觉 对我们是 我自己是觉得比较感兴趣了 是 语言同学 那你们来到龙华科大 上了什么样的课程呢 就是上学期的话 主要是像剧本啊 导演啊 还有分镜 就是整个故事的那个后期剪辑之类的 我们各方面都有 实际操作上都有学到一点东西 就是实作 就是说大学一年级 在全州师范大学那边 是上一些理论的课程 然后龙华科大这边就是实际拍摄 跟实际制作 对对对 所以你们在全州师范大学 所学的这个文创这个领域 这个方向跟龙华科大这边 有没有差距很大 其实还是有一点差距的 因为我们在龙华科大的话 主要是以实际操练为主 然后在全师的话 其实还是主要以那个理论的一些知识为主 云演那你们在龙华科大 完成一年的学习之后 那回到全州 你们还会上哪些的课程呢 还有哪些规划 全州之后我们还是课程的话也相似 还是会继续一些软体的学习 然后包括我们就是在剧本 在后期制作一些技术上的一些东西 也会有接触 那你们未来在龙华科大这个下学期 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拍片的计划呢 有的我们来龙华的话主要会要做一个 专体的一个大作业 然后其他的话就是老师会跟帮我们找一些比赛 一些那个机会让我们去参加 然后也以此作为我们的一些平常的作业 这样子就是减轻我们的负担 是说既参加了比赛 然后又交了作业 哇 老师呢 对你们有蛮多的要求 但是我想这些要求都是希望你们在 非常宝贵的时间之内能够学到更多 所以你们这个大的作品的主题定定了吗 其实我们就是那个专题的话 现在已经差不多是在收尾阶段了 是 于远同学 那你们这次参加中央存保保险公司 短片竞赛荣获的亚军 那你可不可以给予以后其他想要参加 类似这种影片竞赛的同学 还有他们团队 在不管是发想或拍摄制作上面 你给他们一些建议呢 建议的话不敢当 因为我们其实我们自己经验也不是说很足 因为我们这一次能获得亚军 其实还是有一部分运气成分的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不管做什么的话 哪怕是经验不足 只要是肯去努力去态度更认真的话 不管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好的 还是一个态度方面的问题吧 是 我觉得这个态度一定要拿出来 要认真的尽自己的权利来学习 所以最后跟于远聊一下 像就是念文创在中国大陆的发展机会 应该不少吧 对 因为这个就是文创在大陆 它也算是一个招养产业 就是说它的就业前进其实是挺好的 因为在就业市场这一块 还是就是没有达到一个饱和阶段 它对人才的需要还是比较广的 所以呢 自己有兴趣的话 就多努力会比别人有更多的机会 您说的在中国大陆 这是一个招养的产业 好 我先祝福余颜 还有你们团队真的很棒 恭喜你们哦 我们今天节目中非常高兴访问到余颜同学 他和全州专班的吴淑春 陈桂凤 陈晓鑫 詹智香 以及黄河渝同学呢 一起创作了影片 中央存保有你真好 参加了中央存款保险公司短片竞赛 荣获了亚军 先跟我分享这部影片的内容 还有传达讯息 以及拍摄的一些过程 非常谢谢愚颜同学 接送访问 谢谢你 谢谢